很高兴我们又回到AI人工智慧的课程 今天来跟大家继续分享的是在进阶课程 Advanced Cost里面的课程2 来前接上一个课程我们介绍了Yaloo 今天我们继续来介绍Yaloo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单元的演算法 那在今天的程式范例 我们利用所谓Yaloo的演算法 来进行所谓的图像里面的目标检测 一步一步的来去做所谓的Multiple Object Detection 就是所谓的多个目标的一个政策 以及所谓的辨识 好那就让我们今天开始吧 在今天的课程的安装会比较复杂跟繁琐 因为在所谓的模型训练里面 我们要做所谓的Transfer OK就是所谓的预训练的模型的一些安装 还有一些参数的安装 还有一些权重等等 所以今天的课程我会在前面放慢一点点 让大家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来去做安装 跟在安装过程里面会碰到的一些问题 在今天的课程 首先先到所谓你我互动学习原地的进阶篇 把课程2下载下来 然后呢你把它unzip以后 如果您今天的课程不是很熟 或有点忘记的在所谓的你我互动学习课程里面的 卷积神经网路CMEM 里面有一个所谓的课程4 就是所谓的使用预训练 就是Free Training这些的Componet 还有所谓的深度卷积神经网路课程6 如果您对这个课程有点不了解也没有关系 您可以到你我互动学习原地里面的 卷积神经网路的课程4跟课程6 来复习一下就可以了 那您对Python词词语言不熟 或是想要复习的话 我提供了所谓Python词词语言的课程 您可以到这个地方来看一下 好 如果您是第一次使用Yaloo Free Training以及Darknet的使用者 那可能你要在这个地方特别注意一下 首先你要先到YAT OKDark2 OK这个的网站 好网站去把它下载下来 就是在所谓的这里 好 所谓的Alan OK YADAK2 然后这时候你选的这个地方 把它全部下载下来 OK Unzip 然后去把它下载下来 把它unzip放在所谓的根目录下面 好 那您就会出现所谓 Y2K 里面有很多的东西 包含所谓的字形 还有Y2KPY 这非常重要 还有这些的模型 好 那整个的架构会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把它unzip下来 但是呢我们没有所谓的Yaloo Wait 还有Yaloo的Configures 也没有所谓的Yaloo to Coco608.H5 还有.txt 那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 跟着我一步一步的来 这时候到我们继续下载到所谓的Yaloo的官方网站 这个网站 去下载所谓Darknet OK 里面的Configure跟所谓的全座档 就是所讲的这个 好 Yaloo to跟Configures 这两个档案 这两个档案在哪里呢 就是在所谓的这个地方 好 就是我刚刚所提的这个Darknet Yaloo 好 在Darknet Yaloo这个地方 有一个所谓的Yaloo to 我们今天的程式范例 用Yaloo to 608.608这个地方 这边有一个Configures 还有一个Wit OK 就是所谓的这两个档案 这两个档案 我们要把它Darknet下来 好不好 这时候Darknet到这个地方 所谓选择它跟它Darknet下来以后 一样放到所谓的根目录下面 好 这时候我们有一个刚才所讲的 在所谓的这个地方 Alan这地方有一个所谓的Yad2k.py 那整个城市的大架构 就在这地方了 出来了 这时候我们要配Yaloo Yaloo里面的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有所谓的From OK 就是字形 里面有两个字形 还有所谓的Model 但是你可以看 它这两个里面没有所谓的 这个 没有所谓转换型的Model 等一下我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好 这时候Y2k里面的Model在这里 所以Wantle的Model就在这个地方 它都已经配置 在这个地方 所谓的都已经配置完成了 好 看Model 这个地方 Darkstool 还有Keras 好 这样我们都配置完成了 所以我们把它下转unzip 就按照这样的去配置 但是我们缺这个东西怎么办 好我们就要去做所谓的模型转换 所以到我们下载 刚才所下载来所谓的Yaloo 可能是Yaloo2 现在是Yaloo2 以前是Yaloo 没关系 我们透过所谓的到Command下面来 到所谓的你所下载的课程2的下面 然后去执行所谓的Python 就是这个 Python y2k.py 就是所谓的 这个档案 就是这个 去执行Python.这个 然后去执行刚才所download下来的 这两个档案 OK 然后把它这个地方造钞 就可以会产生所谓这两个档案出来了 好不好 这两个档案要放在哪里 要放在model data这个下面 就完成了整个课程 跟这个所谓的程式码就架成了 一定要小心的再来看这一段 我这边基本上在操作和安装的时候 如果您是第一只使用 还有未来都会去下载一些所谓的权送跟configure 这是非常重要的操作 我们花点时间来跟大家介绍 那大家可以看在这个地方来好好的安装一下 好 当我们课程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安装好了以后 我们来开始今天非常重要的亚路algorithm演算法 然后我们今天的课程主要来介绍 You only look once的目标检测 然后使用所谓预信念的模型来实现所谓亚路的演算法 那同时我们也会来介绍亚路的演算法 那么来做一个所谓的multi object detection 的一个多目标检测 还有所谓的recognition 然后step by step 因为里面有很多的专有名词IOU等等 我们将会花点时间来跟大家介绍 同时也会利用所谓的程式范例 还有图解来介绍所谓演算法 然后分布的说明 那在所谓亚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所谓的技术 特别是在这个网站里面有提到所谓亚路3的论文 OK在这里面 在这个网站上面有提到一些非常重要的亚路3的 这个improve在亚路2亚路1上面 那大家可以花点时间来看一看 我们为什么要花五个章节以上来介绍亚路 亚路的优点是什么 You only look once 它快速 它特别是在所谓的live的主理 还有所谓对所谓的目标的一个对象的位置 还有类别 可以从一个单一的一个网路可以做的就是one stage detect 在上个课程所提到 就可以进行到所谓的end to end 一个所谓的一个培训就是training 来提高它的准确率 那亚路也是很广义可以用到所谓的从自然图像推广到其他的领域 正如所谓的一个转换 一个模型的转换 那么所谓的regional proposal的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将分类去可以在所谓特定的一个regional上面 透过所谓的预处理 然后去找到所谓整个图像 我们可以做一个所谓的proposal selective 找到这个区块了以后 然后把它导进来 那再碰到所谓上下纹里面来做所谓的背景 来显示更少的错误 也就是降低所谓分类的一个误报误错率 那亚路在所谓的每一个的grand cell里面 它是检查一个单元 所以在预测的时候 它就可以增加到所谓的多样化 也就是说我们在一个block 这个block里面可能是一只猫 可能是一只狗 OK这时候我们来做分类 就可以产生很多多棒 增强所谓的空间的一个多样化 好 既然亚路那么的重要 OK那么的好用 所以在很多的地方就利用亚路为base 那么像所谓的Darkname ImageIO Groo OK用所谓的亚路的这个所谓的基本的backend OK这个架构来去做所谓的一些的application 让我们简单的来去做程式码的运用 所以Darkname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的部分了 它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神经网络的一个frame 好framework OK那刚才所看到这个网页 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到那边去看一看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网站里面 有很多很多相关的资料 他们花了好多的时间去做所谓的模型的测试 还有所谓的预训练不同的资料库 大家可以来看看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所谓的coco等等了 好 好 在所谓的object classification就是所谓的对性目标的一个分类 包含所谓的车子的一个辨识啦 还有所谓猫跟狗的一个预测的一个分类 那世界面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已经被证明是图像分类最佳的一个架构之一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kip 蛮酷的啊 所以所谓的物体检验object detection 用于这检验数字啦 我们记不记得在前面的课程里面 在特别是在所谓的神经网络里面 还有视频中特定的这些的语意的对象 包含人啦 architecture啦 汽车啦 物件啦 所以对象的object detection在计算机视觉或电脑视觉里面 是非常的有用的 我们来检验目标来去侦测一个人来辨别他 在所谓的图像的检验 还有所谓的视频监视 Savion 所以在最新的技术像亚路里面的移动 所谓的video detection 就是on-to-go的一个object detection的一个技术 那当然有所谓的亚路V1 V2 V3 那CMN加上anchorbox 我们在上个课程曾经提交过 我们在从现在到未来的课程 我们跟大家来做 所以V1是一个26层的一个架构啦 V2是一个30层的一个架构 然后V3是106层的架构 所以还有所谓的retainer net啦 视网 磨网啦 还有RCMM Faster RCMM 还有Faster Faster RCMM跟Must RCMM 在上个课程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好 讲了那么多文周周的我们来看图说故事 假设是一个所谓的视频 或是有个camera 我们在照着外面的一个路 那么我们如何利用在所谓 也知道所谓的一个frame 就是要有20个以上的一个相片 我们能够把所谓侦测相片的技术 再侦测所谓的video 好 那么V3基本的架构刚才所提到的是什么 106层在V1是26层30层 对这个东西不了解没有关系 我们在下面的课程 会跟大家来介绍V1V2V3 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一下 V3基本的整体的一个架构 就是有一个相片进来 然后我们透过所谓前面的一个资料的萃取 然后所谓的一个堆叠的一个方式 所谓的金字塔堆叠的方式 好 对这个不了解没有关系 我们会在下面有一个课程 专门来讲解所谓的V3166层怎么去做 才有办法去做所谓的多个框架的一个计算 所以亚路基本上的一个detect system 可以分成三个步骤 第一个就是我们将输入的相片要做一个标准化 所以我们刚才一开始下载 为什么是所谓的看到没有 608608这个东西 好 那我们下载了以后 我们就需要做一个标准化 把它去帮不管说是488啦 或者是668等等 OK我们要做一个所谓的一个输入相片的一个标准化 然后去执行所谓的一个卷积神经网路 大家都知道 然后进入这个所谓的卷积神经网路以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所谓的confluence level 就是competence的一个score 然后再按据所谓我们所定的一个规定 叫做法治throughhold 还有所谓的non-max suppressions OK然后去得到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 我们在上一个课程中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所以亚路2的亚路的一个卷积神经网路的架构 是来自于所谓的Google net的一个模型 那么亚路里面基本上有24个卷积 convolution layer 还有两层的一个全连接层 那么亚路跟所谓的Google net 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在某一些三层三的卷积网路的前面 用所谓的一乘一的一个卷积 往来减少filter的一个数量 那么在这个地方 所谓的一乘一的convolution length 就是作为所谓的较为的东西 就减少所谓的计算量 你也知道越来越多的东西 我们要做降维 这东西牵扯到很多 大家来看一下整个亚路的一个基本架构 就是一个24层的convolution network 加上两层的一个fully connect OK这就架构所谓的亚路了 然后最后接一个 那它的输入是224 所以我们的相片需要做预处理 不管你进来的是多少 448啦 66 448 608 我们都要做一个处理 然后放到所谓的卷积神经网路 好 我们接着来看 亚路的物件怎么去侦测呢 所以亚路在物件侦测部分是非常强 我们必须刚才所提到 在上个课程所提到 我们要分成一个grand sale OK 所以每一个grand sale 我们会进行所谓的两个bundering box 来预测属于哪一个属性的一个预测几率 那么利用所谓的true hold 然后所谓的non-maximum的一个 来去做得到一个结果 就是我们很简单刚才所提到 我们要resize 然后去跑一个convolutional network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些的参数 然后我们去把它去做一个non-maximum suppression OK 利用所谓所定的杂质 到底这个是什么东西 没有关系 让我们一步一步的看下去 课词分享到现在 大概就会了解 为什么整个课程的安排 在Python的程式语言 到所谓建一个所谓的深度学习 然后到所谓的卷积神经网路 CMF 然后到电脑视觉 然后电脑视觉很简单 CB2我们就可以去做resize 然后到所谓的卷积神经网路 就把它放到模型里面 你要放一张还是放一个batch OK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利用所谓的CB2 一些的方法来去处理所谓的truehold 还有利用亚路来去做所谓的grancell 好 grancell怎么去做呢 也就是说我们在一张相片里面 我们可能会得到很多的物件 那在这个地方还记得13乘13 我们把它放在进去里面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五个 然后会得到所谓的xy 长跟宽 然后得到几率 然后把这个地方crop出来 我们来去做所谓的分类 那当然也可以自己去训练自己的模型 也可以用pretrain的模型 好 我们不管输入一个模型 我们要放到卷积神经网路里面 11个物件 亚路最后输出来 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什么 别忘了它是五个所谓的anchor 五个box 然后五个box里面有所谓的 四个参数加上一个c 就五五二十五啦 所以SSS就变成所谓的SS格 你可以分成五格 你也可以分成三格 你分成通常都是单数 假设我们分成五个格 那么就五五二十五 由左到右 Grand Sales就是20乘20啦 那么被侦测的物件的中心点 就是Grand Sales的一个中心点 会认为说哪里 那么我们就要负责侦测这个点 所谓的Grand Sales的一个Central Point 所以每一个Grand Sales会得到一个 所谓的B一个所谓的Bounding Box 五个码 然后我们去找每一个类别的几率 那五个预设值就是XYHW 就是所谓的XY那个点 加上长根瓜 我们就可以画出那个框框 那既然有这个四个点 Metal Prolibs就把我们画出来了 然后所谓的CP2也可以帮我们打个点啦 然后还有所谓的Comference Levels OK那个中心点在哪里 所以XY就是表示它的一个坐标中心点 那长根宽就可以出来了 那么所谓的Comference Store 就是它的信心度了 就这么简单 好 所以我们会得到所谓的实际上的一个框架 还有所谓的实际上跟所谓的预测值 我们就可以得到所谓的这样 假设用所谓的一个Stop Sign 这个所谓的一个标签 我们就可以看到实际跟这个预测 那所谓的MOU是什么 Interactive over Union 所以实际跟所谓的地方 就会产生一个交集 那么把交集跟联集之间 我们就会得到一个这样中间的框 那所谓的0.3 那我们就可以预测这个框的实际跟需求 那我们来一个例子来讲 那当然所谓的百分之百 就是越接近的框 就是所谓的这个框 那我相信这个东西用所谓的图表来看 一个所谓的交集 一个联集 我们取到最大的框 为什么要去定所谓的越小越好呢 好不好 当然我们不可以百分之百去对 你别让我有五个框 好 当我们得到一个框的时候 我们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数据 好 这是所谓的object OK 然后有一个bounding box OK 四个参数 还有一个class的一个分类 好 这样子我们就很容易得到 所谓在亚路里面 所谓的ground cell 还有bounding box的四个参数 X1跟长跟高 还有所谓的class的一个分类 如果我们的分类是二十个 五个 还有很多个 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去把它分类出来了 这样就比较了解了吧 所谓的project就是IOU 实际上跟预测值的那个比例 所谓的confluence score 被计算的格式就是这样而出来了 那么我们如何去抓到这个 所谓的IOU intersection over unit 就是实际上跟预测值时间的一个比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方程式来表示 所以每一个ground cell 还要负责每一个属性的一个几率 possibility 好 那possibility就用中心点 OK 我们来去看它的一个中心点的框架 有五个框架里面 我们来调出一个最接近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型的那个表示 这样的数学士就很容易用IOU来看出来 好不好 那么所谓的我们来测试阶段的话 我们会得到每一个的bounding box 然后每一个bounding box 我们就可以得到class by faking的一个 所谓的信心分数 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表达式就很容易了 然后来去做一个解释了 所以我们在posskill的VOC有20个类别 我们去训练它 那在所谓的coco的话有80个class 我们在后面的课在程式办理里面 我会到时候来跟大家解释 假设在所谓的posskill里面的cell里面有20个b有两个 20个物件 那就是所谓的ss 就是b乘以5加c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参数了 好不好 因为我们每一个的box一个所谓的grind box里面 我们可以得到所谓的4加1个参数 每一个 那如果我们的cell是3乘3 那我们每一个box移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来了 好不好 那用这个东西来讲 不如大家去用去思考一下 好不好 那7乘7呢 就是7个grind cell 每一个grind cell都对应到原始的相关 因为是每一个grind box 但有5个的数值 那么每一个数值就有xy跟长空高 然后得到一个confidence 就会有20类别 20个一个class的一个几率 那么用这样来表示最简单了 为什么我再把它放出来7乘7 这张图的猫跟狗 我们在上个课程所看到有7乘7 1 2 3 4 5 6 7 7乘7就是s乘7 7乘7当成input 然后就有一个brown 这个browning box 加上一个confidence的一个输出 4加1 这时候就会有一个几率 对于所谓的这个东西 你看黄色的我们就把它框起来 绿色的我们也把它框起来 还有后面的车子我们把它框起来 这样的话 现在大家就了解 为什么在课程一 都一直用这个所谓的 grand cell input的一个所谓的assess 当成的grand cell 来去做所谓的读取了 所谓的bounding box 还有bind node的一个detection 所以这样就比较能够让大家了解了 好 好我们接着再来看 所谓的bounding box 在每一个grand cell 是怎么来解释它 所以下面的红色点 就是可能被 这个被针刺到物件的中心点 那相对的长度就可以把它框起来 然后就把它红色了 我们看到这只可能是这个点 可能是一个别的点 好 相对的框 这个就是所谓的bounding box 我们找到这个点 我们把它框起来 然后呢 这红色点可能 可能被侦测的是物件的一个中心点 可能就是这个狗的位置 但事实上 亚路的输出的bounding box 在每一个grand cell 因为它一定会存在的 因为它是在去扫描出来的 所以也有可能 它扫描出来的是一个背景 像假设这红色光在上面一点点 或在后面 是一个背景 好 可能是一个脚踏车等等 那么亚路的每一个bounding box 都带有所谓的一个 怎么都会带一个 所谓的confidence score 来解决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confidence score 来决定这个所谓的 这个框架里面的这个物件 是真的还是假的 还是后面那个所谓脚踏车 OK 所以这个confidence score confidence score 是非常重要 在演算法里面 好 但是大部分在 都是用这样来去处理 好 我们来看图 说故事一个7乘7的grand cell 把它放在这个相片里面 然后在时候得到 所谓的一个长跟宽 我们把它框起来 就会有XY在里面的中心点 好 就是grand cell的一个center point 还有所谓的bounding box 那亚路的 亚路设计者的想法 就是说 如果整张图有98个 所谓的bounding box 那么实际上面 就只能测出 所谓98个物件 因为假设是这样 那么bounding box的中心点 跟长跟光跟高 就是每一个所谓的 每一个所谓的bounding box 都有五个点 那根据所谓的true hole 跟mx 我们就可以选出这张物件 因为利用IOU 我们就可以设定的东西 设定的所谓的一个true hole 好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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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抛弃点 我们就可以丢出来 所以下面所看到的 所谓的红色框 紫色框 赌色框 那么多的框 我们就可以利用所谓的 brand sale 去把它丢掉 你可以看 好 我们会产生很多很多的框 刚才算过7乘7 扫描过来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做所谓的 非常重要的98个的 一个bounding box conference code 找出一个所谓的true hole 把所谓拿掉一些 不是很确定那些的物件 然后用所谓 MMS 最大的 对 这叫非最大的一个 抑制的一个计算 然后利用MMS 把重叠里面 因为有些是非常接近 但是势必不是百分之百 我们就把所谓的丢掉 好 剩下来的bounding box 就是一定是我们选出 出来的这个物件 好 那么所谓的 非最大的抑制 non-MMS non-maximal suppression 对物件做一个 重复的一个侦测 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养入就利用 所谓的MMX 来对所谓的较低 那个所谓较低的 一个confidence 的levels的score 我们就把它去丢掉 那么非最大意的 在什么 等一下我们会 在下面几个课程 我们的MMS 会增加2.2到3个percent 的一个 一个 一个 的 准确度的提升 好 所以所谓的IOU OK 再加上MMX 就是整个亚路 的演算法里面的 的精华了 好不好 所以这亚路的输出 就会有个7乘7乘以20 每一个7乘7 里面乘以20 每一个grand cell 我们就可以得到 所谓的 我们所挑出来 这个物件里面 是一个7乘7 里面的一个物件 我们从下面 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好 所谓的对应的第三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grand cell 里面到底是什么物件了 好 讲了那么多文章之后 我们来看图 所谓7乘7进去 我们透过很多的grand cell 好 那所谓的每一个cell里面 我们就会找出一个点 然后去做一个 所谓的一个比较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找出 它中心点 一个还有所谓的grand box 因为grand box 搭配的所谓的 产生高 这四个的一个输出点 利用法指跟AMS 确定它是不是 所谓的bound box 然后出来了以后 我们就有一class的一个机率 我们可以看 在这个区块里面 我们就开始找找找找 在这个点上面 黄色这个地方的一个中心点 就是所谓的这个地方 最接近的一个 一个中心点了 好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这个刷出来 然后去做所谓的分类 自购车跟所谓的汽车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grand sale里面 是属于哪一个机率里面的最大了 好不好 好 洋录的作者 用所谓的 ImageNet 1000个class ok的dataset来做 一个pre-trained的模型 那么它是训练了 所谓的前面的20个layer 有total 26嘛 然后接一个 average的pooling layers 还有一个全联阶层 那么前面五个的准确率 可以达到88% 然后呢 bounding box的正规 regulation nomalization ok的最后一层预测的几率 就是bounding box 所以在养录的前面 要做一个所谓输入图像的一个传过 我们要做一个normalize 对不对 要这个正规划 然后把所谓所有这些的数字 0到25 我们都放在0跟1之间 然后bounding box的中心坐标 xy 还有所谓的grand sale的一个offset 也介于0跟1之间 然后再介一个所谓的activity function 然后最后一层 做一个所谓的链线性输出 然后每一层都搭配的所谓的liquid reroute OK 这个东西大家可以到所谓的机械学习里面 有谈到activity function里面都有做到 所以整个亚路的价格 在整个的原始设置设计出来 是这样的一个架构 所以所谓的liquid reroute 就会产生所谓的这样的一个输出 好不好 好那么就所谓的一个的预测 这时候当然也会提到所谓的loss function 如何用所谓的sse sum square error 来去做loss function 那么作者认为这是最容易做得到的 好不好 那这个地方大家就可以看一看了 好那这边就是所谓loss function的一个 基本的数学表达式的一个方式 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这边有一些文字的显示 用如何用所谓的平方误差 sum square error来做loss function 然后所谓的average presentation 来去做 然后这边基本上的一个解释 然后loss function只会对某一个地方 做一个惩罚的一个分类的错误 这个地方在我们就不花太多的时间了 那当然要路也有所谓的limitation bounding box有很多强烈的空间 因为我们只有两个bounding box 做一个所谓的一个类别 那么如果对小的时候怎么办呢 对近的时候怎么办呢 那所以就会有所谓的 如何去提升所谓这个所谓的准确率了 当然会导致模型没有办法 很有效的去侦测 所有的一群鸟里面 OK那么小的格子里面 那些鸟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小物件 里面的一个类别了 所以bounding box从资料的角度里面来看 去预测所谓的新的事物会碰到很多 很快的答案 我在测试的时候我也看到 那没有关系 所以亚路在本身有很多 有很多的pooling 他要所谓的downsize 一downsize就会减少到 所谓得到特征值就会变少 那么就会比较rough的去侦测一些的东西 所以所谓的loss function 在所谓的小物件跟大物件 大物件比较简单 一只猫一只狗比较简单 但是都使用同样的一个比重 但是在IOU的时候 只要有一点点所谓的差异的时候 在定位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大的变化 那么怎么办呢 所以就所谓的亚路2 is coming 好 我们现在关在这来看一下 恢复一下 所以我们利用所谓的grand sale 能够找到一只狗 然后利用所谓的一张相片进来 透过所谓的assessgrand sale 当成input 我们变成很多的格 然后做bounding box 加上一个competence的score 然后做一个类别的一个几率 我们可以得到 然后在每一个的bounding box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所谓的 是这个objective的吗 还有bounding box的四个参数 还有一个类别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相片 就得到很多不同的框框 然后我们用所谓的IOU跟NX 然后去做一个所谓的一个侦测 然后抛弃条选到 所谓基地最高的一个部分 好 我们现在接着来看 程式办理如何把这两张 所谓的影像 来去做个侦测 首先我们先导入 今天相关的程式库 然后因为在不同的版本里面 我们有很多的WarrantMessage 我们可以input到Warrant 然后把一些Warrant ignore掉 然后导入相关的程式库 包含TensorPro Planetform Numpi Keras Mardle 最主要的话在这个地方 比较大家比较没有常用的 就是在ImageHDR 这个是在Python里面 一个内置的一个函式 来确定所谓图像的一个形态 不是太大的问题 好 这个地方就是在说TQ TQ&T 相信大家都了解了 这不是问题 好 在这个地方 我们导入相关的Metaprolyps And Inline 还有CheckedoutPlanetform Windows等等 这是大家比较常没有常用的 特别注意的是在TensorPro OK 你要用1.14的版本 OK Keras 2.20 TensorPro 必须要用1.14以上的版本 很多人都是用所谓1.13 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 接着我们来导入相关程式的路径 这个地方 在这里方大家都看到了 你可以用DDDIR去看一下 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 你可以用DDDIR去去Check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把Model 然后Coco 就是我们转换过来的 H5 还有TXT 这时候整个Model的Path 跟Anchorus File OK Anchorus File都在这里 好 那大家对Anchorus File不是很了解 没有关系 我们在下个课程会跟大家 好好的解释 这是我们输入模型的大小 608608 还有三个Channel 就是RGB 这时候我们设定所谓的 Comprehend Score 0.3 IOU 0.5 好 image放进来 你也可以把它存到 imagearm里面去 你也可以存起来 以后就不需要这样去看 好 这时候我们来检查 这个目录在不在 这个地方 简单的程式 就在做这个 如果没有的话 就create一个 off the path 这时候因为我们使用的是 TensorPro的coding 所以比较跟Keras不一样 Keras跟TensorPro最大不一样 是先建立好 把所有的参数放好 这时候再做一次run 跟Keras是step by step 不大一样 那么这时候我们来取得物件 OK 好 这边有个小小的程式 这时候取得所谓的 incred的那个点 X1Y1这些点数 好 这时候我们loading我们的model 因为我们是从所谓的 pre-train里面model load进来 这边model path 好 这时候我们还是一样可以用 yaru的model summarize 去看一下 这些608608 刚才在前面的课程所提到的 应该不是太大的困难 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来看 用model的角度来看 会比较来的简单一点点 好 这时候我们发现以后 有5000多万个参数 所以我们自己要训练的话 可能要over 花好几个小时的时间 甚至一GPU 好 我们在有一段时间 我们会来跟大家介绍 如何去training 现在我们都是用pre-trained model 那我们会有一个课程 专门几个课程来介绍 如何去training我们自己 好 我们自己可以去 去做我们相片的一个读取 建立我们的label 做一个crop 然后当成去训练我们的模型 好 不急 这时候我们这个地方特别注意 有一个coco是80个class Pascal BOC是20个class 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是用所谓的coco 用的训练的模型 别人帮我们训练好了 我们只要把它漏进来 然后在最后一层 所谓的compution 23 191924 你应对这个地方可能会 你可以在这边看一下 191924 我们把它pop up 然后把最后几层pop出去 然后到这个地方来 或者取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前接 我们要去做的一个模型的测试 好不好 所以的话你可以看 它是80class 就是coco 然后用coco的608 608.h5 然后anchor是五个号 五个框框 因为它是跟我们在所谓的 yalu1是两个 在coco是五个号 没关系 我们在后面的课程 会跟大家来专门介绍 所谓的v2跟v3 在所谓的基本的 把我们的架构是怎么去做 这时候我们输入我们的相片 因为这compution neural network 我们要去做个预处理 好不好 好 这时候就608608 好 reshape 这个简单 有人对这个地方不熟 你可以到你我互动学习原地里面的conclusional neural network 这时候就会产生bounding box ok 好 这就转单的程式 copper一下 这时候我们就会得到我们的model output 我们会得到model output 这时候 因为在TensorPro里面 我们要把所有的参数 放到press号里面 这时候我们就会得到所谓的box score跟class 最主要就在这个地方了 在所谓的yalu evaluation里面的output 我们会把相片放进去以后 按照我们所谓的0.5 0.3 the score跟IOU 0.5跟0.3 这时候我们会得到三个参数box score跟class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来试试看了 我们整个的程式已经全部做完 这时候我们来input 但是我们的相片是608608 所以我们要做一次什么动作 我们要再去做一个所谓resize的一个动作 好 假设我们有一只狗的相片 好 把pass放进来 这时候我们先看一下原始的相片 好 我们用所谓的medprolips 我们可以用Iman Show 直接在Jubit notebook里面来看 好 这时候我们看到这只狗 就是大家只要去做亚路的 做compution 应该是在所谓的 的路里面 都是看到这个所谓可以讲说是标准 好 这时候我们利用刚才所做的coco里面 已经训练好80个class 608608 然后第19个layer拿出来 OK 我们来去做统一化 nomeralize 我们下面是0到255 所以我们除以25 就放在0到25之间了 就可以了 所以说我们做所谓的预 去所谓的资料预处理 qprocessing这些的动作 看到没有 就是把我们的资料变成255 然后一个batch OK 然后before之前是576576 576768 然后uptersize 这个在所谓 大家还记不住 cb2里面做起来就非常非常的简单 为什么在前面 先要跟大家来介绍cb2 然后后面来做就比较简单了 然后我们要加一维是一张 好那一张怎么去做 我们只要用所谓的expansion就可以了 好在numpi里面做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才是16086083 这时候就应该不用太多介绍了 我们这个地方在预测 我们把下面放到刚才所建立的 这个模型里面测出来 我们就会得到四个辅典数 一个box OK 还有所在一个类别 这个在课程前面 我们都介绍了 这时候我们可以得到 你看三四 OKscore三 好 这时候在亚路的模型里面 已经帮我们测出来 所谓的box score跟class OK 我们在second round里面得到了 好 这时候我们要干什么 我们要把这些的参数 一个一个的画出来 所以他在这里面 帮我们找到了所谓的 所谓的三个框框 看到没有 三个框框 然后狗的几率是0.78 然后trucks 0.80 然后bicycle 0.84 OK 那我们该怎么办 这边的处理就是 OK 在这边的时候 我们就列印 利用这些的参数 把它画出来 在所谓的DY2K 那个地方 他就帮我们有一个boxing 把它画出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的地方 去把这个参数 在这个相片里面投影出来 就是画出来 还有包含字型 那在这个地方 在front里面的字型里面 有所谓的federal normal OK 这个字型 那里面在整个城市里面 有放两个 你可以自己选 所谓的front seal open farm OK license.txt OK 然后你就可以设定 它框的大小 那框框的厚度 准确度越高 你也可以设定越高了 没有关系 这时候你就可以找到类别 然后把它的座标画出来 OK 那一个就是找到了 所谓框框的厚度 你要出来是细码 什么颜色 OK 然后你把框框画出来 再把标签画出来 你别忘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 已经得到score了 我们找到狗 就可以把狗 里面找到三个所谓的 bonding box 那每一个bonding box 里面就有一个score 那每一个score里面 就会得到xy OK 跟长坑高 好 这四个参数读出够 我们可以利用 所谓的一些程式 把它汇图出来 那会是什么样子呢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的程式码 不是很困难 你也可以把它存起来 这样的话 就可以去做一些展示 好 你可以看到 它的框架 就在这个地方 go 类型truck bicycle 0.78 0.80 0.84 OK 框框的大小 xy 你只要有一个点 有一个长坑宽 你就会跨这个高度 大家一定想 很想看 OK Good 你就把所谓的 这张相片的框 OK 画不同的颜色 也可以把所谓的分 所谓的detection recognition 分classify 这些的类别 把它画出来 好不好 那大家可以试试 那大家可以试试看 也可以放不同的相片 看准确度怎么样 好 到程式的最后 别忘了按一个section close 前面有一个section run 跟section close 因为我们要把所有的 variable的变数 放在所谓的graphy里面 就是presshole里面 去做一个run 好 那么在程式这个地方 你也可以去选择 所谓 不同的这张相片 我们叫做horse 你可以试试看 然后别忘了那个地方跑 然后从所谓的model 已经建立完毕了 我们就不需要再run model 所以的话 你可以在所谓的section 这个地方去把程式导进来 好不好 你这个地方可以选择person 可以选择码 我给你放三张相片 你可以去试试看 然后我们看一下程式执行是怎么样 好 我们把下面导进来person 然后check一下 然后丢到一样画葫芦 用v 来帮我们去做nomalination 然后预处理 然后丢给model 已经训练好的model 然后做训练 好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 它有一只狗 有一个人person 有一个horse 有一只马 OK 0.79 0.81 0.89 OK 画出来是这个样 大家可以试试看 试试到这个 好 课程到这个地方 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 来跟大家一步一步的介绍 所谓的亚路的演算法 还有一个所谓目标 要侦测的一个图像的一个 一个程式的程式办理的演练 那我建议可以到所谓的你我互动学习里面的 卷积神经网路的课程4 你可以看到所谓的卷积神经网路 使用所谓的预处理commonet 还有所谓的课程6 深度卷积神经网路 那这样的话可以让您更容易的上手 那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个地方了 好 那我们就下次见啦